當你在生氣或開心的時候 不要做任何的決定 因為當你在生氣的時候 智商是零 千萬不要讓對方影響你的情緒 心理學家提出真正要改變的是B 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和解釋 結果是一樣 解讀不一樣 但是你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職胺師李杰倫 冷靜溝通手部曲九號六Window看的嗎 如果還沒看可以點擊這裡 進行觀看 人這一生中有很多次關鍵對話時刻 學會這個對於未來人生 不管在工作家庭愛情等關係上 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什麼是關鍵對話 第一個 這個對話之後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比如說面試機會求婚談判 要求加薪 可能告白 不是被打槍就是在一起 面試不是得到就是沒錄取 第二個對話時 雙方情緒會很激動 比如說面對叛逆的子女 下屬情緒失控 客戶生氣的投訴 第三個對話雙方意見產生很大的分歧 比如雙方意見不合的爭執 他認為這個是對的 我認為這個是錯的 兩個想法會有很大的落差 這些都是關鍵對話 有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感覺 當對話結束後 明明想好要講哪些話 緊要關頭的時候就忘記了 我剛剛應該明明要這樣講才對啊 怎麼會忘記呢 就像掉鏈子感覺 在進行關鍵對話時候 明明準備很多東西 突然不知道要講什麼 為什麼大腦會一片空白 因為來自人類原始的生活習慣 這次人類學 我們從原始時代慢慢演化 舉個例子 古時候原始人 男生女生都在做什麼事 負責什麼 男生就是出去打獵 女生就是負責出去採買東西 那代表什麼意思 後來科學家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 男生是不是要出去受戀 可能躲起來 等待利物出現 可能兔子經過啊 羊經過啊 然後受戀 女生就去採集 所以有沒有發現 現在女生特別喜歡冠爵shopping 女生就有這個習性 她就喜歡採買東西 這裡採一點 那裡買一點 78點就有獎品 78點 一定要叫78一點 看 尤其男生 特別討厭逛街 有男朋友 若老公的 你可以觀察他一下 他會顯得特別不耐煩 百貨公司為什麼會攝影師 就是老公男朋友等候區的座位 很有趣的發現 你只要給男生一部電腦 他可以關在房間裡面一整天 甚至不出門 因為他在受力打怪啊 所以人類學就在研究 為什麼大腦會一片空白 比如說上台時候 被很多雙眼睛盯著 會覺得緊張 如果我們今天回到原始人 被那麼多雙眼睛盯著 可能會覺得危險 我們只能採取打或逃的策略 這時候血液流向四肢 大腦瞬間缺氧 血液流光 就像圖片一樣 這時候會變得特別笨 然後怎麼打破這個關係 你們有沒有密集恐懼症 上網打一下密集恐懼症 上面會出現很多秘密滿滿的孔洞 有的人覺得很噁心 感到害怕 我放一張算是還可以的突變 如果換成這張草莓 是不是感覺比較舒服 要怎麼改善大腦一片空白 只有面對嘗試 熟悉就會產生安全感 如同草莓 現代人遇到關鍵對話時候 不可能一開始 先打對方或逃走 一定是先進行溝通 溝通到某個階段 才會採取打或逃的策略 打是什麼 憤怒吵架 當面反對對方 逃他 默認忍受不想講話 迴避忍戰 常出現在什麼時候 男女朋友夫妻之間 一言不合先吵架 男生通常選擇冷戰 女生就認為現在有問題 男生為什麼不講話 這時候女生更活大 雙方吵得更兇有沒有 打呢會有什麼結果 得罪對方溝通失敗喪失風度 好了 算了 必要不談 事情沒辦法解決 不能打或逃 那要怎麼辦 其實他有公式的 一個成功的人 非常擅長關鍵對話 也不容易讓對方調動他的情緒 只要情緒一起來 腦筋就一片空白 面對關鍵對話 第一個 重新開始 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好 古人有一句話講得非常的好 急怒時不予人輸 急喜時不予人物 意思就是 當你在生氣的時候 不要給人寫信 古代人沒有電話 所以只能寫信 生氣時也寫信 寫完之後就寄出去了 郵差收了就走 又不是現在有LINE回收功能 急喜時不予人物 就是在高興的時候 不要隨便答應別人的要求 好啊 中樂透 我分你一半 結果真的中了 舉個例子 你今天去買衣服 店員就會跟你聊天 卸下你的心房 然後我就說 這件衣服好好看 你穿起來非常漂亮 非常適合你 根本是為你量身訂做 因為店員把你捧得高高的 這時候他說什麼 你就買什麼 等你回去的時候就發現 誒 我怎麼買了一大堆的東西 下面這支影片 有一名女子 他想退訂金 店家不肯退 他就撿壞32件婚紗 最後他賠台幣20幾萬 當你在生氣或開心的時候 不要做任何的決定 因為當你在生氣的時候 智商是零 千萬不要讓對方 影響你的情緒 接下來學習認知模型 ABC原理 掌控情緒 成功者會認為 所有的苦惱和壓力 都不是由他人引起的 普通人的認知 我的痛苦都是他引起的 所以我要跟你吵 是你讓我那麼生氣的 這是一般人的認知 心理學上 認知模型 ABC原理 A表示事件發生 B你對這件事看法解釋 C表示自己的情緒和行為結果 也就是壓力狀況 例如小孩子成績不好 父母會說 為什麼成績不好 是不是愛打電動 愛看影片 因為你的壓力很大 就開始罵小孩 打小孩 跟對方告白被拒絕 自己感覺不被認同 跟朋友約好了 要出去 鬥心到了 對方放你鴿子 自己感覺生氣或難過 每個人醫生都在做決定 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情況 你可以選擇變好或變壞 很多人中期一生 都試圖解決A 來改變C 問你們一個問題 是不是每一個小孩成績差 父母都這麼憤怒 不是嘛 後來心理學家提出 真正要改變的是B 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和解釋 而不是用來解決A 理解認知模型 如果你中期一生 都在解決A 來調整你的C 那你一輩子不會快樂 我們總以為 苦惱是由他人引起的 這種思維 會讓你的情緒不受控制 你會發現自己特別容易生氣 生氣是為了找到一個理由 說這件事怪他 並且不由自主的想要傷害對方 或者自認倒霉 打破人類慣性 學會改變B 才能真正改變C 處理自己認知 才能掌控情緒 結果是一樣 解讀不一樣 但是你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你的格局 影響你的結局 對任何一件事 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期望越大 失落感越大 但是要保持樂觀 有一句話 無益則剛 就是平常心 看待每一件事情 一個積極的人 是不會輕易讓別人 決定自己的情緒 正確的心態就是就事論事 有事就解決問題 不遷入別人 難怪別人不會把事情做好 反而走向更壞的情況 關鍵對話前技巧 一定要確認 每次談話四個目標 正確做法 只關注你真實的目的 學會對話前 與對話中 問自己四個問題 第一個 我希望為自己達成什麼目標 例如幫助孩子 減少打遊戲時間 主動學習 第二個 我希望為對方達成什麼目標 例如讓對方感覺到媽媽是為他著想 並能找到一個平衡學習和遊戲的方法 第三個 我希望為我們之間的關係達成什麼目標 例如我和孩子關係更融洽和親密 第四個 要實現這些目標 我該怎麼做 例如 我應該先表示對孩子的理解 告訴他我真實的想法 達成平衡遊戲和學習的共識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抱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開啟小鈴鐺 誒誒誒誒 馬上走開 不要回來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們還有下集關鍵對話 要記得點來收看哦 掰掰